大家好,我是醉影 今天到来期拳后9T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来自平台两大顶级高手 何尺和灰灰 这两位高手不管是在心里战 还是压制能力 或者是套路 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开场八神对八神 何尺选择了巴克门 现在何尺的大门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大水门了 所以进化的比较厉害了 灰灰呢 灰灰一直是和老K 称双雄的一个两个玩家 可见灰灰的这个在拳后9T的地位有多高 哎,葵花三世撂过去 现在何尺的话剩血不多 八神能不能逆风翻盘 有点难度 哎,葵一下 现在灰灰突然后撤 何尺还有一点血 这一点血估计也不会有太大动作了 最后这个葵花两世也相当绝望 我们接着看第二个回合 来看何尺的神冷千赫 何尺的大门手底其实也是挺稳的 生了千赫第二位 看能不能打出一个非常好的阵势来 压着七神注尺 刚完之后何尺 还想用不止注尺啊 注尺的话对手用高黑地了 九七的话只要有七 有七就压不住对手 哦,八神再来发底波 勾腿 葵花也中了 这个重拳打中了 防完下板之后没有再防 你看何尺血量又不多了 一个八神就杀到了何尺的大门嘛 这一局看来何尺 留给何尺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九七里面想反三是太难了 只要是能打到第三个角色 基本就是胜率百分之七八十 哇,两点不振不振 没有接上 距离太远了 好的,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何尺的大门 这个大门不动如山 哇,跳一发 特地直接被钢 那些地雷阵 哇塞,这地雷阵太绝望了吧 八神葵花三是拿掉 何尺半管血 然后发个波 再发个波打牙制 跳赛压住起身 哎,后撤中脚 哎哟,被抓了 赵完之后大门 朝天脚回空 葵花两尺 大门还是处于一个 不动如山的防御状态 现在看八神该如何冲破这个防线 跑抓天地反 漂亮 哎,落地后车地雷阵 八个阵 灰灰第二个角色要出马了 大门其实已经使出很多的力了 灰灰该怎么接招呢 第四个回合来了 第四个回合大门防住 哎,灰灰这个大猪是不断的跳随地 跳随地啊 钢随地被反刚 大门朝天脚回空 跳地风空 哎,鸭子起身 现在大门跑跑下中角 跑跑下中角就是这样 想逃一招啊 可见何尺也是比较紧张 稳扎稳打 也不敢出太过火的动作 哦,闪身天地反 后撤过来 bug阵 阵完之后 再猜灰灰的招 但是灰灰好事 也是扁 这个表现的比较镇定啊 不断轻手 哎,对空闪身 闪身指令头 哇,何尺中了 中完之后何尺还有一滴血 这一滴血 再被砸一锤 或者是摸个轻手就没了 哎呦,CD复合来这个转锤 骗了一招 这招骗的还是蛮够劲的 好的,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 何尺继续选人 巴赫门 巴神首发对抗 灰灰的巴神 这个阵容绝对是不会变的 灰灰这个阵容也是 一直都是这个阵容 连了很久了 很多年的这个阵容了 现在魁一下 哎,回首逃当手 葵灰呢,这个巴神回首跳得很厉害啊 跳臂,培花两尸 接个地波 他知道第三尸不好接 那第三尸之后跳C 哎,来个波 压制葵花 何尺开场就别让他难受 97的话就这样 只要你浪起来 压住对手 压住自己的气势 你的气势就会一直在 开场的话 可见何尺还没有找到这种气势 被跑抓泄风了 中爪挠个八只女 哇,起来 何尺一滴血 哎呀,一滴血还想跳起来啊 已经在灰灰的掌握之内了 在那个河池下一个神了千赫吧 看神了千赫该如何打击这个巴神 是没带 主持,巴神快速闪身 主持再度打压制 压住起身 主持继续压 巴神逃当手 哦,葵 灰灰的气势还是在的 跳飞泄风 重手葵花 又怼到角落 开启制裁模式了 好,复合和地波 晕掉之后跳碎葵花三世结束 葵花其实总是出这种复合的假动作 让何尺上当 接着看何尺的大门出手 大门 啊,这开场就说了 何尺大门已经加强很多了 从上一局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 比较稳了 现在已经 但是像一一第三还是难度好大啊 现在发神进行一个爆气 准备上超杀了 哇,这一局有穿三的希望 看八尺能不能穿三 挑三 八尺女超杀 穿三了 呵,灰灰拿到第二分 灰灰这一局彻底把气势给拉过来了 但是高手对战的话 前两局是看不出什么的 在第三局 何尺肯定还会调整一下 来看第三局何尺如何调整 期待何尺的精彩表现 这一局何尺 还是同样的角色 八神对八神 经过上一场的这个对战 对,双方这个比分拉得很开了已经 今天这场抢三 何尺还有望哪下吗 葵花三世 有可能这一局 灰灰就把他收掉了 现在两点葵花三世 压住其身就中爪 挠他一爪 后面跳赤压其身 中手掏个波 继续跳赤破防了 葵花两世云 灰灰还是那么气势如虹啊 哦呀 开场用八神把气势打了回来 接着看何尺 下一个十两千和总如这样 何尺不是办法 眼看就要输掉了 何尺必须拿出他打大神的那种精神 把气势拉回来 何尺他十分想 对现在把气势拉回来啊 但是灰灰压的比较厉害 何尺的话呢 你看哎 两点生龙 何尺还是比较紧张 一打就被告CD 而且气势上面 气上面灰灰也是忧于何尺 只能对出奇之胜了 现在何尺 稳扎稳打boss不行了 来啦 出奇之胜 来了个步阵 带走 好的下面看灰灰下一个大猪 终于是拿下这个八神了 何尺是不是要得恐八症了 这么下去 哎 这一局呢 哦 这一局大猪还是打发一打一发牵制 何尺想攻攻不过来 已经损失掉这么多血了 还没开场 刚开场 何尺究竟该怎么办 被钢 没有血了 他不敢再压压一下 一个钢CD就没了 钢CD 就等着身上千和打了 钢CD也可以下很多的血在旧气里面 所以说很多高手 就是用气来预防对手压制 然后钢CD 放大招的时候非常少 除非最后一下绝杀放个大招 要么在旧气里面真的很少看到 放大招 虽然说这个气比较挤满 头上浮 朝天脚 好 回回血量不多 压一个架招 可以 然后快速跳地下起身 对手肯定影子闪过 后面大门 稳住 这一局何止有希望 哇 闪身 哇塞 跑跑 这个跑跑 直接跑进了大叔的怀里 现在大门血量又不多了 他究竟能不能强势翻盘呢 咱们来看一看吧 这个大门比较慌乱 现在 朝天脚踢脚 跑 哎呀 跑跑过去朝天脚踢脚 再来一个钢CD 这一结束 但是 和尺的血量还是非常堪忧的 我们接着看灰灰最后一个神了 亲和 灰灰能不能三比零拿下 咱们射没弹 大门血量残血 残血的一个状态 你在心里上面灰灰是有优势的啊 你打吧 我跟你耗 耗也耗输你的这点血量 那下面大门就嫌的比较慌张 比较急于进攻 没办法 他的血量就这么多了 钢CD 把他硬嘴的角度抓一个天地粉 现在和尺要把现在打回来地雷阵 Bug阵之后 近身 骗生龙好漂亮 头上浮根 落地震 这个点抓得好 和尺终于拉回雷分了 这一局替着捏把汗呢 差点被灰灰来个三比零 好的来看下一局 在角落 其实灰灰也慌了 跳了一下子 下一局双方继续拼霸神 这一场比赛打的还是挺刺激的 看这一局谁的霸神更强 哇 和尺跑上先锋 这一局气势拉回来了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气势上面那个优势 刚才上一局赢了之后 和尺 这一局操作立马变得不一样 一直压着霍霍在打 跳地抢下来 勾腿下盘 地波 好可以 操作上来了 霍霍有点瑟瑟发抖了 在角落 哎呀 跳地跳地 两段跳地 三段猴 葵花应对 和尺开始了 起身之后和尺 防珠 两点葵花 还有一滴血 这个地波结束了吗 并没有结束 结束了 这下真的结束了 这个跳直接被夏青角接住了 现在看 灰灰下一个角色 灰灰的大猪 和尺还是那么激情满满 就攻了过去 你看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 跳抓卸风 中爪八只女 实际上 这次和尺可以的 然后闪到背后勾腿 哎呦 勾腿没有勾到 反而被抓了 咱们来看灰灰跳 狗跳在地转锤 摩雪 然后压住 跳抓卸风 中爪八只女 和尺又开始了 哇 太猛了吧 这一波 生龙防不住 一个八神杀到灰灰第三个角色 这就不容易啊 来看灰灰的神冷千鹤 这也是的拿手好戏 哎呦 勾腿 哎呦 抓卸风 正抓过来了 灰灰想闪过 这个抓太厉害了 跑抓卸风 地包抓卸风 中手奎化 哎呀 打晕之后 中爪八只女 超杀 带走了 无懈可击 这一局 绝对的休 和尺 把比分拉到2比2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最后一局的巅峰之战 看灰灰该怎么打 这一局 经过上两场的压制 灰灰的气势貌似又被压了下去 这一局灰灰看表现的怎么样 八神 会不会还是向上场被压的喘不过气来 哎 灰灰仿住 还是向后拉啊 灰灰明显 看到能不能攻过去 哎 但是何尺也攻不过来 虽然说灰灰向后拉 现在拳架上面 牵着比较厉害 哎 哦 亏一下 下盘攻击 对着还亏 跳C 跳C 跑抓 哎哟啊 勾腿破防了 继续跳C压制 打压制 让河者不敢乱动 一跳也被封下来 闪身也没有用 浪费一颗气 对 灰灰的迂晖打法 拉到安全距离 然后就这样跳起来打压制 也不是压太死啊 应该就着跟你刚 现在继续压 看你赫尺还敢不敢 刚才第一现在 时间不多了 我感觉赫尺 哎呀 赫尺抓个 但是抓到也没有用 没有时间了 可惜了 接着看第二个回合吧 灰灰真是时间刺客啊 这局 下一局看赫尺的生了亲赫 灰灰其实掌握了三个人的主力 八神他自己的 然后灰灰 这个神了千赫是灰灰的 大门老K的 这赫尺这三个主力不简单呢 哎 灰灰现在又开始了 要跑抓解锋 跑不掉 中手灰灰挠过来 然后后撤 勾腿又破防 没想到用这招啊 又开始打心态了 赫尺心态要崩了 灰灰三世 接着看赫尺的大门 大门又要出现了 来看大门这一波操作如何 哎 大门 先中个地坡这是 哎哟 中角远距离牵制 八神爆气准备 给他致命一击 来看八神如何抓到 这个致命一击的机会啊 哦 这个解锋抓过来了 哇塞 抄比萨 灰灰 要我穿三了 这一局看情况 跳跳 大门气势已经不行了 三比二拿下 大家来播关注 每天更新鲜带顿视频